这个女人曾放言 世界上就没有她拆不散的家庭 看着恶魔多姿的背影 哪个男人抵抗得了 短短几步路 就吸引到全场男士的目光 其实她是故意的 还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小时候成功预言了 父母 朋友的死亡 而现在 她又预言到自己会在30岁生日那天 被一个男人谋杀 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三人之一 混混和富二代 同时倒把台向她搭讪 绝美的脸庞在黑纱的装饰下 更神秘 更有韵味 将富二代迷的神魂颠倒 转头又跟小混混借火 眼神迷离 像一根羽毛 挠得她心痒痒 作家老头只敢躲在角落偷看 海后剑掉起三人胃口 转头就要离开 还不忘勾下作家 刻意盯着她看 果不其然 她一走 混混和富二代火药为剑农 哪怕两人都有家事 也不妨碍他们看上海后 作家不屑于他们争夺 因为她就住在海后楼下 每天都能观察她的生活 这天 她看到海后拿着一堆文件 全部丢进垃圾桶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跟过去 拿起垃圾桶里一本特别的笔记 不看不知道 一番吓一跳 原来这是记录海后预言的日记 她曾预言父母会丧生于空难 朋友会死于网恋 而现在 她又能看到自己的死期 只是不知道凶手是谁 作家抱着这些日记 敲开海后家门 她想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 尼古拉坦言是真的 作家顿时来了兴趣 这不就是她梦寐已久的情节吗 她想将海后的故事写成小说 这是听起来挺有趣 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作家在她家安装窃听器 开始偷听楼上的一切 计划继续 对于尼古拉而言 美貌是她最好的武器 第二天 她先叫来混混汉迪 告诉她家里的电闸坏了 帮忙修一下 这身惹火的打扮 看得汉迪浑身发热 修电闸时还把手给弄伤了 尼古拉掏出手绢 缠绵暧昧地对着大拇指包扎 趁汉迪还迷糊着 让她介绍那位富二代认识一下 介绍成功就有奖励 没多久两人便出去约会 对付富二代 就要变得善良淑女端庄 海后显然是有备而来 举手投足就像个不安适适的女孩 编了个不存在的闺蜜 骗她说自己是孤儿 从小和闺蜜相依为命 现在对方被卖到沙特 自己却无能为力帮不了她 说完 还不忘轻咬下唇半可怜 把盖琪看得一愣一愣的 当场手一挥 给海后一笔钱 什么是顶级海后 就是明确对方喜好 精准出击 对付白发苍苍的作家 就要半遮半臂引人遐想 对付社会的小混子 就要性感不落俗套 对付绅士的富二代 就要纯真善良似小白兔 尼古拉见目的达成 正要乘车回家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这不就是预言里 他死时乘坐的车子吗 难道害死自己的是富二代 尼古拉迫不及待找到作家 告诉他这件事 之后 再让混混帮忙在沙特 找人演戏骗过富二代 他清楚混混欠了高利贷 之前富二代可怜他 先给了两万块 只见他将钱一卷 放在森林处 要求混混不碰身体去拿 这笔钱才能归他 只能看不能摸 尼古拉不愧是海后 混混心甘情愿地沦陷 他不知道 富二代已经在门外等待 撞见混混从家里出来 两人的火药味更浓了 尼古拉则换上纯情小白裙 听富二代说找不到他闺蜜下落 便着急地摘下耳环 表示他也要出一份力 多么善良的女孩 看对方哭得梨花待雨 可把富二代心疼得不行 当即陪他飞去沙特 出钱就回他闺蜜 白莲花人设立城 尼古拉很满意汉迪办事效率 决定给一点小奖励 当着他的面 脱下小酷酷 轻轻一吹 就飘落到他脸上 转头又打电话给富二代 提出要分手 引得对方着急上门 他在装成清纯的模样 为自己暗恋有父之父 而感到自责和羞愧 富二代立马掏出六万英镑 展示自己的爱意 尼古拉推脱不要 被男人搂入怀中 作家躲在后面 暗暗观察着一切 自打两人决定出书以来 看着尼古拉轻而易举 勾走两名男士的心 作家也慢慢暗生情绪 晚上 作家被尼古拉约上天台 只见他一袭薄杀睡群 在月光下漫舞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作家觊觎他的美貌 预言中可是三人中的一个 会是杀死他的凶手 所以 一个也不能放过 现在 三个男人的心都彻底被他蛊惑 尼古拉真正的计划 才刚刚开始 如何让男人为你争风吃醋 先把混混叫到家里 让他沉迷于自己的魅力 却又不能有更进一步动作 再换了身制服 与他热情似火的运动起来 紧接着 把他的情敌富二代也叫来 看到混混刚穿上衣服 富二代脸色一沉 质问他们刚刚在干什么 白莲花人设不能断 尼古拉一脸单纯的说 只是给他上上课 这么一说更有偷吃的嫌疑 见富二代准备生气 尼古拉先发制人 生气的问他是不是不信任自己 于是变成富二代哄他 其实 所有都是尼古拉设好的陷阱 让他们为自己着迷 又让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 因为尼古拉曾预言到 自己会在30岁生日时 被其中一人杀害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设计让几人自相残杀 见富二代渐渐上钩 尼古拉使出大招 将自己献给对方 但这还不够 他怂恿富二代跟老婆离婚 没想到对方真的照做 等到妻离子散时 他却收到一本书 里面全部记载尼古拉是 如何欺骗他的种种证据 富二代当场暴怒 飞镖决赛当天 就是尼古拉的生日 他以混混的女友身份出席 却对混混的决赛对手抛媚眼 不停地示好 而混混的对手 正是他现实中的前夫约翰德普 一连串的动作 将德普的心勾勒过去 也把混混的心裁在脚顶碾碎 失恋的他自然输掉比赛 富二代也怒气冲冲赶来 打算找尼古拉算账 可这里人多眼砸 他只能暂时无奈离开 作家那边 才刚刚知道真相 原来尼古拉和他的房东有交易 一旦作家的小说写完 他就直接授权给房东 没了比赛奖金 混混的高利贷也还不成了 拿着扳手准备找尼古拉 碰巧富二代也在附近 两人积怨已久 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 甚至抢着要去杀掉尼古拉 最痛苦的莫过于作家 他以为自己是特别的 给了他成名的希望 却亲手推他入地狱 只见他把混混送上出租车 又劝说富二代 还有大好前程 没必要跟烂人纠缠不清 让他放手离开吧 比赛结束 绚烂的烟花在天空绽放 如尼古拉一般耀眼 可烟花一冷 一切终会消逝 无数次梦到自己被杀的场景 此刻他却非常淡定 计划成功 应该以他们互相残杀为结局 可没想到 坐在车里的却是作家 尽管有再多不舍 可这个蛇仙美人 不能再留他为货人间 最后 作家准备服毒自尽 将写好的小说放在尼古拉胸口 自己躺在一旁 陪他一同死去 而房东也成了最后的大赢家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